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CPU Profiler,它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我叫陈双,我是来自PinkApp公司TIDB Insight团队的研发工程师。 日常的工作是做TIDB可观测性,提高TIDB问题,准断效应相关的事情。 之前是在TIDB内核团队做开发工作,比较熟悉的模块是TIDB的DDL模块。 数据写入以及事务相关的模块。 然后下面是我的工作邮箱。 这一次Talk主要会讲以下这些类似。 首先会介绍为什么需要CPU Profile,以及CPU Profile是什么。 然后会介绍CPU Profile它的工作原理。 再然后就是介绍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以及我们是如何利用类似CPU Profile的原理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最后是一个小的demo。 首先来看一个小的故事。 某一天我发现我们的应用性能变差了, 然后它的CPS一直在调,然后相应的响应延迟也一直在上升。 所以我就连到这台应用的服务器上面去执行TOP命令,想看一下CPU使用率。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demo1进程的CPU使用率很高。 然后这个demo1就是我,不就是我昨天才写的一个测试用力吗? 那为啥它的CPU使用率这么高呢? 是不是代码有bug? 或者说如果没有bug,是不是代码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优化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到CPU Profile工具了。 因为通过CPU Profile工具, 我能知道具体是哪块demo在消耗CPU资源。 那CPU Profile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获取当前函数具体消耗了多少CPU比例的工具。 常见的CPU Profile工具有perf, Google的gperf2以及购源的peeproof。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wiki页面中, 还列举了很多其他的性能分析工具。 除了分析CPU, 还有分析磁盘内存等其他资源的工具。 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聚焦在CPU Profile这种工具上。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我们发现demo1这个进程的CPU使用率很高。 那我们可以用perf工具的perfrecord命令来抓一个这个进程当前的CPU Profile。 我们用perfrecord命令, 然后通过-f指定采样频率, 这里99代表是墙量频率为99赫兹。 然后用-p来指定demo1进程的进程ID。 然后-g表示获取函数的执行对战。 最后sleep5表示连续抓5秒钟的CPU Profile。 然后perf抓完CPU Profile之后, 会把数据写到当前路径下的perf.data文件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perf report命令来读取这个读取CPU Profile数据。 它默认会在当前路径下的perf.data文件中读。 然后这个min的输出结果中, 它的第一列代表的是它这个对应的函数, 以及这个函数调用的其他函数, 它总共的一个CPU消耗比例。 然后第二列是指它这个函数本身它自己消耗的CPU比例。 然后第三列是指这个进程的名字。 然后最后一列就是指这个函数的名字。 那么从第二列的函数的CPU消耗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是process data这个函数, 它消耗了大概78%的CPU资源。 那么我觉得可能这是不符合预期的。 然后我就可以打开demo1的代码去找到这个函数, 然后看能不能去优化这个函数, 或者是说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函数的调用不太合理。 有bug。 然后perf工具还有很多其他强大的功能。 关于perf工具更多的使用用力, 可以看下面的这个文档。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火焰图生成工具来生成CPU profile, 可以看到它对应的一个火焰图。 例如我们直接把这个工具的代码给clone下来, 然后执行下面的命令, 就能生成perf.data数据它对应的一个火焰图svg文件。 然后用能量器打开就可以查看。 然后我们可以从火焰图中看到每个函数的CPU使用率, 以及函数的调用对战。 例如这里main函数, 它调用了handle request函数, 然后handle request函数又调用了finish, prepare以及process data函数。 然后可以看到process data函数这里, 它的CPU使用比例是71.46%。 那CPU profile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里介绍常见的按照采样的方式来实现的CPU profile。 基于采样原理的CPU profile, 它是通过一个定时器, 每隔一段时间去记录当前CPU上正在执行的函数的堆栈信息, 然后按照函数的堆栈信息来统计这个堆栈出现的次数。 例如在途中, CPU的执行从最开始的执行函数A, 然后它又调用了函数B, 然后又调用了函数C, 最后函数C执行完之后又返回到最开始的函数A, 然后函数A又调用了函数D。 然后在这个左边有一个定时器, 这里是定期每隔10毫秒, 超时溢出之后就会去记录当前CPU上正在执行的堆栈。 比如这里第一次采样的时候, 它的堆栈就是函数A, 然后第二次采样的时候它的堆栈就是函数B, 并同时它会去累积这个堆栈它出现的次数, 比如这个函数A函数B这个堆栈出现次数是1, 然后第三次采样的时候也是这个函数A函数B这个堆栈, 但是它的次数就是2了, 然后这样依次类推。 然后每隔10毫秒采样一次, 那它的采样频率就是100,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多核CPU上, 那么每次采样的时候就会采集每个CPU上当前正在运行的堆栈信息。 这里举一个采样后的例子, 假设我们做了一秒钟的CPU profile, 然后最终我们采集到了堆栈以及次数如这个表锁栈,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就能汇集出以下的这个这种类似的火焰图信息。 以及CPU profile它是也是有优缺点的, 比如它的优点就是它对应用的性能影响很小, 几乎是要小于1%的, 另外一个优点是CPU profile它生成的profile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比起其他的trasen工具生成的数据量要小很多。 然后CPU profile它的缺点就是采样容易漏掉那些执行速度比较快, 但执行次数很少的函数。 然后对于那种CPU负载并不高, 然后比如说是CPU焊住, 它在等待网络或者是等待磁牌IO的时候, 这个时候CPU profile工具也不适合。 最后CPU profile它比较适合的工作场景是, 第一个场景是在对代码做性能调优的时候, 比如用CPU profile工具, 我们可以发现是哪些比较消耗CPU的函数, 然后我们去针对这个函数去做优化, 来降低CPU的消耗, 以及当线上出现故障, 比如CPU负载很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尝试用CPU profile工具来找出, 是什么代码来消耗这么多的CPU。 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实现一个CPU profile工具, 然后我们内部就针对Rust的语言实现了自己的CPU profile工具, 然后它的代码量也比较少, 非常适合用来学习, 然后代码里面也有涉及到如何启动一个定时器中断, 然后在中断触点按数中统计当前执行对阵的次数。 然后CPU profile工具它对开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但是对用户或者说对用为人员来说就会难以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都不懂他抓到的那些函数是用来干什么的。 比如我们的用户在遇到问题后, 比如说TIDB数据库现在响应时间很慢, 而且数据库的CPU也特别高, 那这个时候用户就想要知道是哪些请求或者说哪些任务消耗了这么多的CPU。 因为一般情况下, 数据库的CPU消耗不会突然变得很高, 大多是因为比如说数据库你突然拿了一些比较消耗资源的SQL请求, 然后这些请求影响到了普通的SQL请求, 或者是说某些SQL的执行计划发生了变化, 例如之前的SQL请求是能够走索引的, 现在因为这个索引它被删掉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然后导致现在没有办法走索引, 那这种情况下, 处理这个SQL请求所消耗的CPU资源, 肯定也会显著上升。 另外一个问题是, 对于数据库来说, 可能不同的SQL请求, 他们会有一个相同的执行对战, 例如下面的这两个逆子, 两个, 下面两个都是全表扫, selection from T1和selection from T2, 然后表T1只有100行数据, 然后表T2有100万行数据, 这两个SQL它的请求的执行的那个函数对战路径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们消耗的CPU资源却是差了很多倍,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类比的demo逆子来模拟刚刚的这种情况, 就是有一个main函数, 它一直负责发送不同的SQL请求, 给handleSQL request函数执行, 然后每种请求的资源消耗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里一共有四种SQL请求, ID分别是1234, 然后这里ID越高可以看到ID值越大, 然后它对应的这个CPU消耗也是越高的, 所以然后按照总的CPU使用率是100%来计算, 然后这四种SQL请求他们的CPU消耗各自应该是10%,20%,30%,40%, 然后我们把这个demo跑起来之后, 用Puff工具对齐做CPU profile, 就会得到这个火焰图,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handleSQL request这个函数消耗了很多的资源, 但是用户无法从中知道各个SQL请求, 它各自消耗了多少的CPU资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模仿了CPU profile的原理, 实现了统计各个请求的CPU资源使用率, 我们可以首先先回顾一下CPU profile的原理, 它是通过一个定时器, 每隔一段时间去记录当前CPU上正在执行的函数对战信息, 并且按照函数对战来统计这个对战出现的次数, 那么想要知道各种请求用了多少的CPU资源,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定时器, 每隔一段时间去记录当前CPU上正在执行的请求类型, 并按照请求类型来统计这个类型出现的次数, 例如在图中, CPU执行最开始是在执行请求1, 然后执行请求2, 然后执行请求3, 然后左边有一个定时器, 用于每间隔10毫秒去获取当前CPU上正在执行的请求类型, 比如它第一次是记录到是在执行请求1, 然后次数是1, 第二次是抓到的是请求2, 次数也是1, 然后第三次也是抓到请求2, 然后它次数就变成2, 第四次抓到就是请求类型43, 然后第一次出现, 然后第五次就是还是43, 然后第二次出现, 然后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个请求的结束和请求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分别记一个时间戳, 然后比如说记一个startts和一个endts, 然后我们最终用一个endts减去startts就能得到这个请求的CPU使用时间, 首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请求在处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CPU的, 比如说他在等待网络磁盘IO的时候, 它是这个请求它是不消耗CPU时间的, 所以直接用结束的时间减去开始的时间, 得到的是这个请求的一个处理时间, 并不是他的CPU的消耗时间,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保证实施性,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请求它执行了很久没有执行完, 并且它非常的消耗CPU资源, 那么在它执行完之前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是这个请求它消耗了这么多的CPU资源, 但如果是采样的方式, 即便这个请求它没有执行完, 我也能知道在采样的这个时间段之内, 它大概消耗了多少比例的CPU资源, 同样主要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采样一秒钟之后, 最终得到请求类型以及它每个类型出现的次数, 如这个表所示, 然后比如说请求类型ID分别是1234, 然后它们出现次数分别是10,20,30,40,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它们每个请求的CPU使用率是10%,20%,30%,40%, 因为这里总共加起来是100, 然后用每个请求出现的次数除以总数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CPU使用率, 然后这里有个小的demo是来演示如何按照请求类型来统计这个请求的CPU使用率, 我们直接从Main凯数开始看吧, 首先Main凯数, 这个代码是用Rot写的, 就是它首先从Main凯数进来, 它最开始是设置了一个中端定时器, 我们跳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里是一个关于设置中端定时器的一个文档, 然后这个地方, 这段代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器, 然后它的频率是99赫兹, 然后就是一秒钟它会出发99次, 然后每次都会出发一个中端, 然后这个步骤是去注册一个中端函数, 然后这个中端函数它做什么事情呢, 中端函数它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就是每次在执行这个中端函数的时候, 就它会获取当前这个线程上的tag, 然后把这个tag累加到一个hashimap里面去, 这个profile它是一个代锁的hashimap, 就这个是一个全局的一个代锁的hashimap,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setup timer, 这个还说的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设置定时器之后呢, 我们起了两个县程, 然后这两个县程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循环的一直去执行请求, 请求1234, 这里是有四种请求, id分别是1234, 然后但是有个差别在于, 它在真正的去执行这个handle request, 这个执行之前, 它会先设置, 设置它这个线程的一个tag, 它会把这个请求的tag, 设置到这个线程的tag上, 然后这个地方也很简单, 这个设置tag其实就是用到了一个threadlocal, 线程本地变量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每个线程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request tag, 然后它在开始执行之前, 把那个请求的id设置到自己的这个线程的tag上去, 然后设置完之后呢, 它才开始执行这个请求, 然后这个请求也跟之前一样, 就是这个id越大, 然后那它消耗的cpu资源也就越多, 然后执行完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就把这个tag给签掉, 就给它简单的设置回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两个线程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main函数里面的主线程, 它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就是它先, 它也是有一个循环, 然后进来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 它先sleep一秒钟, 然后sleep一秒钟之后呢, 从这个全局的hashimap中读到, 读出它统计到的数据, 就是因为那个定时期中断, 它会往这个hashimap里面存数据嘛, 然后它把这个hashimap里面的数据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就把它给打印出来, 然后这里打印逻辑也很简单, 就是首先它会对这个hashimap里面的值据个合, 就是去看总共一共触发了多少次的这个中断, 然后就把每一个请求类型的id给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请求类型, 它被统计到的次数, 以及它的cpu使用率是直接用它这个出现的次数乘以100, 然后除以它的这个总数, 就能得到这个请求的一个cpu使用率,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run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直接我们直接用cargo刚run就可以就可以跑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它是每隔一秒钟就会输出一次每个请求的一个cpu使用率, 由我们直接停掉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这里请求ID为1的, 然后它中间它进中段次数是18, 然后我这里统计到这里算出来它的cpu使用率大概是10%, 然后请求ID是2的, 它的出现次数是34, 然后它的cpu使用率是19%, 然后请求ID是3, 它的cpu使用率大概是31%, 请求ID是4, 它的cpu使用率是38%, 这个基本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OK, 那比如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测试,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handle request这个函数, 它对某些请求ID它并不去消耗cpu资源, 比如说我就让它去做一个sleep操作, 比如对于请求ID, 如果这个ID等于4的话, 我就不让它去做任何操作, 我就简单让它去做一个sleep, 不要sleep这么久, 就sleep一毫秒吧, 然后sleep完之后就直接让它返回,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再来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来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期望的就是, 对于请求ID是4的请求, 我们的cpu使用率应该很低才对, 对于它都在sleep, 没有进到下面的这个cpu消耗, 我们直接cargo run跑起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请求ID是4的, 它的cpu使用率已经很低了, 比如说这里就同意到1%, 然后其他的像请求ID12, 它的那个cpu usage就上升了, 这个是符合预期的, 然后这里请求ID是4的, Cpu使用率确实是已经降下来了, 基本上已经很低, 几乎没有, 这是符合预期的, 然后这个代码已经上传到我的gethub上, 然后大家可以clone下来, 做一些修改去自己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下一个要讲的就是continue or funny, 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等发生事故之后, 再去做profile, 可能就已经晚了, 因为事故的现场可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对应用做profile, 正如刚刚demo演示的那样, 我们可以每秒钟都对应用程序做一次profile, 然后把这个profile的结果都保存起来, 这样子我们后续也能查看历史时刻的profile数据了,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绘制出这样一个表, 它的x轴是时间线, 然后它的y轴是一个CPU使用率, 然后这里的1234分别是代表寝求的类型, 然后每个颜色的柱子代表这个寝求类型, 它使用的CPU资源消化了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之前的历史时刻中, 比如说在第四时刻, 一共有两个请求消耗了CPU资源, 其中请求4的它消耗了CPU资源, 大概是红色就是这么高, 然后请求类型为3的请求, 它大概消耗了这个橙色的这么多的CPU, 然后另一个就是如何在分布式应用中来测量, 就是因为现在分布式的应用越来越常见, 比如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做分布式数据库的, 然后我们有三个组件, 计算成的TIDB, 然后存储成的TIDKV组件, 然后还有一个负责TIDB的TIDKV, 然后还有一个负责TIDKV集讯调度, 以及原信息管理的组件PD, 然后客户端它是通过一个MySQL客户端, 把SQL请求发送给TIDB节点, 然后TIDB会去解析, 然后执行这个请求, 然后从TIDKV中读取这个请求所需的数据, 最终完成计算之后呢, 它再将这个结果返回给这个MySQL客户端, 这一个请求的处理实际上对TIDB, TIDKV组件都会有性能消耗,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 一个SQL它请求它到底消耗了多少的CPU资源, 需要把各个组件上关于这个请求的消耗的资源都要统计上, 那我们的做法是会是在TIDB给TIDKV发送API请求的时候, 也会带上这个请求它原来的SQL的一个Tag, 然后在TIDB和TIDKV中分别按照这个Tag来统计CPU的资源使用率, 最终然后各个组件分别将各自统计到的CPU资源存储到一个监控节点上面, 那这样子后面我们就能从这个监控节点上读取某一类请求, 它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在某一个组件上面它消耗了多少的CPU资源, OK,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